在這個說明會上有提到說 這個府院高層有跟您徵選我入閣的事情 嗯嗯 這個其實在2020年1月13日 也就是蔡總統連任勝選的第三天 那猛衛民進黨的高層 來徵選我入閣這個議院 那我說可以啊 那蔡總統從啟何事我沒問題 我願意無償為國家做事四年 但這個高層就聽到說 那你這樣要洪生漢跟林非凡怎麼做人 所以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那當時我才知道說 其實他們是在考慮核三研議 因為其實當時府院高層都已經發現 2025非核家園是做不到的 然後一定會缺點 所以呢黨內就開始有一派考慮核三研議 但是核三研議呢 會讓洪生漢為首的反核集團跳起來 所以他們需要一個能源領域方面的一個意見領袖 所以才有了這位民進黨高層來徵詢我入閣這件事情 大概到後來因為蔡總統還是喜歡洪生漢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那更幾個月之後呢 我才知道說其實不只是核三研議 連府院裡面都有另外一派 是在同步的進行核四重啟的規劃 那也就是後來我在編論會上拿出了那一份 台電內部的文件 核四重啟的規劃 我是在後來才拿到的 那給我的也是府院的高層 但跟剛才的那位民進黨高層 並不是同一位 那時間點也很巧的也是在 2020年1月的時候 府院內部就有這份的內部的規劃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 不管是府院也好還是黨也好 很多人都知道 2025非核家園是一定會破功的 只是有一些人考慮的是核三研議 有一些人甚至決定 是不是考慮讓核四重啟 所以黨內對於能源的看法都分歧了 只是說他們都不能夠對待承認 包括我們現在總統府發言人也出來說 沒有沒有當初 沒有沒有沒有徵詢 黃宇宙入閣這件事情 我就說 你們幹嘛這麼緊張呢 對不對 我昨天講的也不過就是 2020年1月13日那樣一件事情 那我看到從昨天到今天 兩天下來 不只是總統府 還包括了立委 還包括了民進黨那邊 哇 所有人都非常的緊張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出的 這兩天跳出來反駁黃世修 說黃宇宙在幻想的 其中也有當初的 核三研議派 跟核四重啟派 那當然我都知道他們是為了黨的包袱 所以一定要跳出來反駁 否認黃日修 那我講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不是說為了要當官 因為我說了 我是無償為國家做事 我會動用我所有的人脈跟資源 譬如說今天 國民黨 馬英九 說 蔡英文總統只要承認九二共識 他願意擔任 兩岸交流的特使 這樣他算不算是求官呢 他不需要這個官 黃日修也不需要這個官 我無償為國家做事 我甚至捐出我所有的人脈跟資源 來全權負責核四重啟這件事情 核四到底有沒有必案 我親自的調查指揮 如果真的有必案 我會親手的告發 相關經手的官員 通通抓起來 要他們付出一輩子的代價 那核四之後電廠如果沒有問題 我也會召集台電的團隊 跟美國G1公司做談判 那經濟部把重啟的預算 含到1000億2000億 那我覺得這在幫我的忙 因為核四如果早上轉一年 就省700億 那我也可以跟美國G1談 非常非常好的條件 我覺得這對談判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那我在辯論會上列出的包括美國 日本 甚至英國的 技術顧問團隊 每一位 你們都可以去查 每一位都是真實存在 而且其中都有專程來台拜訪我 甚至其中幾位 還曾經跟我在台灣 開過記者櫃 包括像是美國的前政府官員 Dr.Charles Castor 還包括英國的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這是我當年的 在這邊學校的教授 叫Dr.Garrett Thomas 甚至還包括了 日本資深眾議員 三本信山先生 他曾經擔任過 內閣府特命大臣 他也專程來台灣拜訪過我 我們在談抵合楊綠公投的事情 所以核四這座電廠 其實牽涉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命運 那包括美國 日本甚至歐洲 都在關心台灣這座核四的電廠 我們希望把台灣帶到一個不缺電 又有乾淨的空氣 而且人民能夠穩定生活 而且我是一個台中人 為什麼我在辯論會上 我願意搭任這個條件 犧牲我個人的自由 我從來沒有加入任何的政黨 我會婉拒所有政黨的不分區立委的邀請 因為我不想要當官 我也不想要當立委 但是如果我能夠付出個人的自由 換來全體國民選擇的自由 解救 十幾萬中南部民眾的生命 我可以做 我願意做 我一個人的犧牲 就能夠換來 拯救十幾萬的生命 我甘之如矣 這是我一輩子做過最划算的交易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希望能夠解救多一些生命 所以我希望蔡政府 可以慎重的 考慮這件事情 我在任職期間 我不會向任何政黨任何人物 透露任何旗暴 所以你不用擔心 黃世修來干擾 2022年跟2024年選戰 你公投通過 核四重啟 你就再也不會看到黃世修來擾亂你們 來糾纏你們 你們暗眼的黃世修 就會 金盆其手 退贏江湖 我相信這個條件對你們應該是相當划算 而且我不要一毛錢 不管是九萬還是十九萬 黃世修都不要 黃世修不缺這些錢 我靠自己的工作 賺的錢就夠了 我不需要 你們給我這些 酬庸的 金錢 我不需要 反而是我可以倒貼 付出我的人脈跟資源 全力的幫助 這座三千億的電廠 已經蓋好了 他能夠重啟 就算他無法重啟 我也會親手追究 國家的刑責 把這些官員抓起來判刑 讓他們付出一輩子的代價 所以蔡英文政府 請你慎重考慮 世修在這邊 隨時等候您的聯絡 世修當初他跟您徵詢的時候 提到說要哪個位置 時候自己捐利 當然到哪個位置 比較適合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當初這位民進黨高層呢 並沒有名獎啦 但是他就是說 總之就是希望能夠搞定 核三演繹這件事情 那你想想看 核電廠如果要演繹 我並不是核工出身啦 所以應該也不會是 原人會主委 但是呢如果要搞定核三演繹 他必須要很多跨部會的一些協調 那他沒有名獎 不過我們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 所以呢我在今年這次的辯論會呢 我也直接就 講出來了 那就是政務委員 因為政務委員能夠進行 跨部會的協調 可能連經濟部長可能都還不太夠 但是呢政務委員他有任務的一個導向 他分 這個分絲各種的職責 所以呢 這一次如果擔任政務委員 我就是專注 全權負責核四的重啟 那這邊我也要特別說明的是 其實當年啦 在2020年的那個時候 雖然黨內 當時已經有人在考慮核四重啟的規劃 不過在那個時間點上 我並不知道有這一派的存在 我那份內部文件是後來才拿到的 當時這位民進黨高層跟我說的是 他們在考慮核三的演繹 那只是我開出的條件是 核四要重啟 核四要重啟 那再來就是我無償為國家做事 這一點讓 林非凡跟洪生漢不能夠做人 我可以再多透露一點 就是這一位民進黨高層是 很討厭 洪生漢這種 極端的反核人士 所以他認為 洪生漢這種人呢 綁架了民進黨 可是呢 因為我開出那個條件說 無償做事 這件事情真的會讓洪生漢 做不下去 因為前幾天 他才剛剛當選民進黨的不分區 才當選了三天 那如果洪生漢在黨內 發起了這個 一些波瀾 那這個可能蔡總統都壓不下來 對民進黨的形象太傷了 所以即便這位民進黨高層他自己很討厭洪生漢 可是他聽到我開出的條件他也嚇到了 怎麼會有人 願意無償 不領一毛錢為國家做事 而這個條件 剛剛好就打死了林非凡跟洪生漢 所以他後來就 派人跟我說 這件事情就 就算吧 那也不要傳出去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會造成我們黨內的一些困擾 我說好我都可以體諒 我都可以配合 那我隨時等你的聯絡都沒關係 那這位高層呢 我也蠻長一段時間沒有跟他聯繫 那恕我不能夠透露他的名字 不過 你們大概 停自己的管道去問一下府院黨三方 還有另外一位就是 府院那邊的 後來給了我那份合適重啟的文件 你們也可以去探聽一下 那恕我不能夠透露這些資訊 否則真的會害到人家 是 但是因為你現在沒有透露這些資訊 就是說有一些爭議會認為說 你是不是等於說所謂的 空口所白話 因為沒有拿出相關的證據 那這一方面的話你要怎麼捏跟詞 好的 其實我剛剛也說了 這個當時他們確實是考慮核三演繹這件事情 所以呢各位記者朋友你們可以去府院黨三方 都去問 是不是內部曾經有討論過核三演繹這件事情 你們都可以去問 甚至包括這兩天 有一些民進黨人是跳出來反駁我說我不說八道的 我稍微看的新聞 其中也有當時比較支持核三演繹派 延後非核家園到2035年的那一派 那第二個就是 我跟府院高層 為什麼會有關係如何證明 大家可以去看我拿出的那份台電內部文件 那我在第五場最後一場的辯論會上呢 我又拿出一份2016年的立法院公報 那份公報裡面的說核四的適應短測試就是一年 那如果雲人會要求輔導後強化工程要先在燃料棒撞鐵前做完 那才會拖到三年的時間 而我在公佈2020年1月的內部文件那份上 核四一號機重啟需要三年 因為他已經預設了先把輔導後強化工程做完 兩份文件是完全棄合的 而且我公佈的那份文件呢 還有預算細項的科目 這絕對不是外部單位能夠拿得出來的 那我這份文件呢是從府院高層拿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嘛 你覺得在野黨 無論是國民黨或民眾黨 他們拿得到這種情報嗎 他們拿不到的 這份情報一定是由非常高層 下令造極跨部門的團隊 才能規劃出來的文件 那台電現在也不否認是內部 只說是非正式文件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黃志修 一個無黨無派的民間人士 我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那為什麼我能拿到 這麼內部 這麼機密的重要文件 那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我跟府院黨高層 沒有任何一點的關係 我有可能拿到這些證據嗎 大家就自己去思考看看吧 好 好